11月29日,社交媒体传来消息,巴基斯坦陆军装甲部队将采购中国威提斯坦克。消息来源是军事分析家哈马迪,他宣称,巴军已经选择了北方工业的威提斯坦克,以增加巴基斯坦装甲力量。 哈马迪在巴基斯坦卡拉基举行的第十届国际防务展览会上说,VT4坦克已被确认为未来的巴基斯坦陆军主力坦克。 哈利德II主战坦克则正处于发展阶段,他声称VT4被选中,将满足巴基斯坦购置数百辆全新主战坦克的需求。 根据媒体发光的照片,巴基斯坦陆军已经测试了北方工业VT4主战坦克,2017年1月6日发布的照片中,显示了巴基斯坦陆军人员在一个秘密的地点测试VT4主战坦克。 VT4是北方工业出口的第三代主战坦克,该坦克乡的哈利德,也称为NBT2000,基本型坦克有着较大改进。 哈利德坦克,目前正在巴基斯坦陆军中服役。 VT4连续了哈利德坦克的125毫米主炮,旋转式圆盘自动装弹机,以及车组人员配置。 然而,巴基斯坦军方已经拒绝评论,关于中国设计的VT4主战坦克获得巴军选择的报道,并要求媒体等待官方的证实,尽管巴基斯坦未来坦克的招标细节保密, 但据报道巴基斯坦克可能会至少采购约100家主战坦克,以应对该国主战坦克产能的不足。 VT4在泰国测试,VT4采用水冷式涡轮增压盐控材油发动机,功率为1300马力,部分报道称1200马力。 该坦克最高行驶速度可达70公里每小时,最大巡航距离为500公里。 除了VT4,巴基斯坦陆军还评估了乌克兰Maleshev工厂,制造的RobotP主战坦克,该坦克也被称为T84坦克的改进型。 2017年7月,巴基斯坦代表团,包括国防部邀远萨哈中将正式访问了乌克兰,研究了乌克兰目前装甲车辆方面的生产情况。 萨哈中将提到巴基斯坦重视与乌克兰的关系,并相信这种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。 当时一些消息来源报道说,乌克兰即将签署一项,乌克兰,把巴基斯坦合作协议,为巴基斯坦提供全新主战坦克,以及升级升级的现有主战坦克。 2017年4月,媒体采访了巴基斯坦驻乌克兰大使,退役将军阿巴斯。 他告诉媒体,巴基斯坦克能对购买100辆OploadP主战坦克的计划存在兴趣。 就目前上述两种坦克的状态而言,VT4主战坦克明显优于乌克兰对手。 VT4汇聚了中国装甲车辆领具近30年最新,最尖端的科学技术。 包括了玩上OploadP主战坦克的高光绿密度动力包、框电火控、战场网络互联信息技术、全新装甲保护等等,实现了有效成本控制之下的模块化、情形化、信息化的突出战斗力,并次生成为了21世纪国际市场出色的新一代主战坦克。 因此,巴基斯坦陆军如果确实最终选定批量购买VT4主战坦克,将是一个极人明智的选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